這來輔助仕途 因為老師講義忘記等邪圖 等邪圖出的機率也很低 再複習一下 如果我現在很簡單 我現在很簡單 三角板子 我只是畫這樣子 我現在很快速的 三角板球 這我就隨意 一樣45度 我就大概畫一下 我現在畫這一個 譬如這裏三公分 這裏四公分好了 我這亂畫的喔 你不用管我 譬如這圓形在這裏 兩公分 我今天只是畫一次給你看 記住 如果 等一下我再講 記住 等邪圖 要把最有特徵的當正面喔 所有圓的東西你一定要是把它擺正面 你才有辦法畫 再來45度 等邪圖跟半邪圖喔 記住 記住後面如果深度是3 就是畫了之後這邊要3 直接1比1 我就先直接畫 我這邊已經量3公分了 這邊就畫進來 我剛才忘記畫這一個 譬如這裏深度1.5好了啦 所以這邊 畫一條 那個45度角的線 1.5 這要取緣心 一樣 畫下來 對過來 對不對 好 等邪 等邪圖還有等是半邪圖嘛 對不對 半邪圖就是正面完全一模一樣 啊就是 這個深度本來是3公分變成多少 1.5 知道嗎 所以這裏1.5就變成7.5 知道嗎 好就深度縮減一半 好再來 這個圓規 我也是先取 隨便取一下 好這邊 這個是看得到的嘛 對不對 這裡是深度嘛 結果深度 只看得到這裏 好這下意思吧 這給我等邪圖 好再來 輔助仕途 好 我跟你講今年考的機率很大 啊 啊有的同學會說 模擬考第五次 考等邪圖啊 不是對不起 考輔助仕途嘛 記住啊 模擬考跟統徹沒有關係 知道嗎 模擬考只是民間自己出的一個題目 跟統徹 完全沒有關係喔 知道嗎 好來 所以因為以往都是每 兩年都出一樣的類型 所以你要特別注意一下 好 輔助仕途啊 好 來記住 這裡我打錯了喔 知道嗎 好輔助仕途記住 我在網路上的粉絲問了我一個問題啊 輔助仕途一定出在斜面嗎 一定出在斜面嗎 Tony Tony 輔助仕途一定出在斜面嗎 目前看到的是斜面 有沒有可能不是在斜面 真的是豬頭 有嗎 輔助仕途是在求斜面的實際大小形狀 斜面 所以一定是有斜面才有輔助仕途 知道嗎 好來 所以我一樣先隨便啦 好 所以斜面 知道嗎 譬如我現在 隨便出一個 斜面 正常來講 記住 應該是這樣子畫出去 知道嗎 好 斜面 對不起喔 如果他考試說 在 適當位置畫 你就可以這樣子畫出去 記住 這個是過程線要淡 要不要差 看規定 正常來講應該是 不能差啦 你知道嗎 一樣看規定 你畫這邊也可以 畫這邊也可以喔 可是你不會畫這邊就算了 知道嗎 當然 我講過了 把這個 把他對過來 畫在 畫在這一邊也可以 畫在這一邊也可以 知道嗎 不要又把前四圖再 畫一遍在這邊喔 因為我們只要這個斜面的這些距離而已啊 我們最主要是要這個距離 再來 把這裡 記住 這一條線就是這一條線嘛 這一條線就是這一條線嘛 對不對 在量這邊量過來 他正常來講 他正常來講是像這樣子 在量這一邊 這一條線是這一邊 在量過來 所以這裡就是他的輔助仕途 記得這條線沒有了 知道嗎 沒有這條線嘛 好再來 如果 請問你 要不要畫RP 一樣看題目 題目有RP你就畫 沒有你就不用畫 如果沒有你畫了會怎樣 不會怎樣 記住 RP可以在哪 任何位置喔 知道嗎 如果他考試在這邊 記住喔 RP在這邊 他沒有連責對不對 你要把這一段距離也要量出來喔 知道嗎 如果他在這邊也可以喔 在這邊也可以喔 在這邊也可以喔 一樣如果是在這一邊 你就是要在這裡 就是畫完了再把它畫上去就對了啦 知道嗎 RP畫出來一定要是像這樣子喔 我現在像這樣子 記住喔 他是一條 細的鏈線 知道嗎 細的鏈線 所以你注意看喔 一樣要分出細嘛 沒有你都一樣出細 這一條線到底到這裡停還是到到這邊停 要把它分出來 再來RP寫在哪裡都可以 知道嗎 只有不能寫在這裡 為什麼 尺寸標註的時候 這一條線 可以分上下的時候是寫在上面 怎樣意思吧 可以嗎 啊 Tony有沒有發生出 會不會發生一種情況是直的 有沒有情況發生 會發生直的 為什麼 對 哎呦 要把你騙 對啊 那是斜面啊 所以一定是斜的啊 知道嗎 啊 可以嗎 啊 好 所以這裡 特別注意一下 啊 好 這個我就不再練習了喔 啊 你回去自己把這個練習一下 這一體有沒有 是有個斜面 對不對 等一下畫一下好了 在哪裡 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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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圖 好來 等一下這裡畫一下 等一下啦 我先把展開圖講完啦 好啦展開圖 等一下 先畫這一題啦